这位朋友说服升医药、药名生物和药名康德 三种股份如何比较 哪种股份最受惠呢? 我想它受惠的意思就是今次新冠疫情重燃这件事 这三种股份又如何比较呢? 相对上来说市场多些关注的时候 应该会是药名生物的 变成如果生物股份受惠的话 倾向上就会多一些钱流入药名生物 所以如果考虑去买的时候 三种来算的话 药名生物我自己就会看高一线 但是水位未必是这么高 可能有机会介乎115-118元之间 就已经会有一个阻力在那 所以就算买的时候尽量低过105元才入市 希望可以令到潜在升幅大概是一成 至于另外会看的时候就是复兴医药 因为疫苗相关的时候 复兴医药倾向上都会有一个关注度 本身是有复必态 但是也要留意会不会有相关的消息 例如它会不会在Omicron这个染疫方面 已经开始做一些疫苗的研究 如果它未有这些消息出的时候 相对上大家会倾向资金流入药名生物的机会比较大 陆续有一些相关的消息对应复兴区 它的股价有机会刺激到到44-46元这些位置 所以暂时部署去吸纳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机会介乎38-40元就可以考虑入手 好